第一课,完美的野餐准备。 嘿,安娜,你对我们这个周末的野餐感到兴奋吗? 嗨,约翰,绝对,我迫不及待地想享受户外活动并放松身心。 我也是,你打算带什么零食? 我正在考虑包装一些水果,例如草莓和葡萄,它们令人耳目一新。 很棒的选择,我会带一些三明治和薯条来补充水果。 听起来很好吃,别忘了毯子,我们需要它坐在草地上。 好提醒,我一定会拿一条漂亮,舒适的毯子,饮料呢? 我会带柠檬水,非常适合阳光明媚的日子,你怎么认为? 柠檬水是个好主意,真是令人耳目一新,你带什么游戏来吗? 是的,我有一个飞盘和一副扑克牌,我们可以玩一些有趣的游戏。 惊人的,一点友好的竞争会让比赛变得更加愉快。 确实,我喜欢和朋友一起玩游戏,它增加了乐趣。 我很兴奋,我们还要确保带上一些餐巾和餐具。 很棒的一点,我们不能忘记那些食野餐变得完整的小事情。 确切的,这次野餐将会是美好的一天。 第二课,健身动机。 嘿安娜,我一直在思考是什么真正让我有动力去锻炼。 嗨约翰,这很有趣,您发现什么最能激励您? 我喜欢在锻炼时听欢快的音乐,它真的让我充满活力。 音乐是一个伟大的动力,我也喜欢和朋友一起锻炼或参加小组课程。 这是个好主意,与他人一起锻炼可以让锻炼变得更加愉快。 确切的,另外,他让你承担责任,您不想让您的朋友失望。 真的,我发现当我有一个锻炼伙伴时,我会更加努力地鞭策自己。 同样在这里,我们可以互相加油,一起庆祝小小的胜利。 你有与朋友一起享受的特定锻炼程序吗? 我们经常进行循环训练,在不同的练习之间切换很有趣。 循环训练听起来很有效,我通常坚持力量训练和有氧运动。 这是一个很棒的组合,力量训练有助于增强肌肉,而有氧运动则可以增强耐力。 切切的,我还尝试加入更多的灵活性练习,例如瑜伽。 瑜伽太棒了,它可以改善平衡和放松。 你尝试过任何课程吗? 我参加了一些课程,我喜欢它如何帮助我在忙碌的一周后放松身心。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这是平衡锻炼强度的完美方法。 我们找个时间一起计划一次锻炼吧,这可能很有趣并且激励人心。 第三课,客户体验。 嘿,安娜,你参观城里的新店感觉怎么样? 嗨,约翰,这很有趣,工作人员很乐于助人,这让这次体验变得愉快。 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您找到您要找的一切了吗? 是的,我做到了,到处都有明显的标志,所以很容易导航。 这总是一个优点,我讨厌商店凌乱且难以找到东西。 确切的,良好的组织对购物有很大影响,产品怎么样? 它们有各种各样的物品,我对选择印象深刻。 听起来很有希望,你最后买了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我买了一些家居装饰品,我很高兴能装饰我的空间。 多有趣呀,我喜欢寻找独特的装饰品,你得到了什么? 我发现了一个漂亮的花瓶和一些装饰枕头,它们会增添一抹漂亮的感觉。 听起来很可爱,我也喜欢装饰我的生活区。 装饰确实可以改变房间的气氛,你有什么建议吗? 是的,我总是混合不同的纹理和颜色来营造舒适的氛围。 很好的建议,当我安排我的新物品时,我会记住这一点。 下次我们一起去逛街吧,探索更多商店会很有趣。 我很乐意,和朋友一起购物总是更好。 第四课,数字革命。 黑安娜,你有没有想过科技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嗨,约翰,绝对,他彻底改变了我们沟通和获取信息的方式。 确切地,想想我们如何能够立即与世界各地的任何人联系。 太不可思议了,社交媒体平台改变了我们分享生活的方式。 是的,就好像我们现在都是全球社区的一部分。 您经常使用社交媒体吗? 我愿意,我喜欢分享照片并与朋友和家人保持联系。 你呢? 同样在这里,我发现新闻在网上传播的速度如此之快令人着迷。 但有时它可能会让人不知所措。 真的,在相信我们读到的所有内容之前,验证消息来源很重要。 绝对的,在这个数字时代,批判性思维至关重要。 你有没有暂时远离社交媒体? 我一个月做了一次,断开连接并专注于现实生活中的联系令人耳目一新。 这听起来是一次很棒的经历,有时我可能会尝试一下。 你应该。 它确实为您提供了如何度过时间的新视角。 技术有其优点和缺点,但令人惊奇的是它如何塑造我们的日常生活。 的确,让我们继续探索如何在保持平衡的同时积极地使用它。 我完全赞成,在我们的数字交互中找到和谐是关键。 第五课,职业梦想。 嘿,安娜,你有没有想过你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嗨,约翰,当然,我一直梦想在服务行业工作,比如在酒店。 那很有意思,是什么吸引你进入这个领域? 我喜欢帮助人们并让他们过得愉快的想法。 这是有回报的。 绝对的。 另外,您可以扮演很多角色。 确切的,你可以成为一名厨师,制作精美的饭菜工人们享用。 在酒店厨房做饭听起来很刺激,你想创造出什么样的美食? 我很想尝试国际菜肴,例如意大利菜或泰国菜。 这些都是美味的选择,我认为作为一名厨师可以发挥很多创造力。 一定,但我也认为在演艺界工作很有趣。 演艺事业,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您对此感兴趣的是什么? 我喜欢表演或参与制作的想法,看起来很刺激。 确实如此,现场观众的能量一定是惊人的。 你曾经演过戏吗? 学校里有一点戏,这很令人伤脑筋,但又很有趣。 太棒了,也许您可以将这两个梦想结合起来,为表演做饭。 那将是一次独特的体验,现场活动期间烹饪演示。 这听起来像是你们的激情的完美结合。 让我们继续梦想吧。 第六课,旅行计划。 黑安娜,我一直在考虑尽快计划一次旅行。 嗨约翰,这听起来令人兴奋。 您认为什么对您有用? 我相信放松和冒险的结合最适合我。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目的地怎么样? 您有什么具体想去的地方吗? 我一直想探索日本。 文化和美食让我着迷。 日本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樱花和寺庙都很漂亮。 是的,我很想去京都尝试正宗的寿司。 你去过那里吗? 我没有,但我从去过的朋友那里听到了精彩的故事。 我一直想去意大利,历史和艺术是如此迷人。 意大利听起来不可思议,您想去哪些城市? 罗马肯定是因为罗马斗兽场,而弗罗伦萨则是因为其令人惊叹的艺术博物馆。 这些都是很棒的选择。 另外,意大利的美食堪称传奇。 绝对的,我已经可以想象每天享用意大利面和冰淇淋了。 这听起来很美妙。 有一天我们应该一起计划我们的旅行。 是的,与朋友一起探索新的地方会让体验变得更好。 让我们继续梦想我们的旅行并制定计划尽快出发。 第七课,自然奇观。 嘿安娜,你参观过任何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吗? 嗨约翰,是的,我见过一些晶莹剔透的湖泊,它们让我惊叹不已。 听起来棒极了,你去了哪个湖? 我去了加拿大的路易斯湖,水的颜色就像绿松石宝石一样。 啊,我听说它很漂亮,我很想在那个地区徒步旅行。 在那里徒步旅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还可以看到汹涌的河流从山上流下来。 那一定是令人兴奋的景象,你探索过温泉吗? 是的,我参观了科罗拉多州的一些矿物温泉,它们真是太放松了。 听起来棒极了,沐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泡温泉真是一种幸福。 绝对的,我还见过很深的峡谷,比如大峡谷,真是令人敬畏。 大峡谷在我的愿望清单上,景色一定令人叹为观止。 它们确实是层层岩时讲述着数百万年的故事。 大自然就是这样吸引我们的,你见过不祥之物吗? 是的,我参观了布莱斯峡谷,那里的石林是如此独特和迷人。 那些阵法就像大自然的雕塑,我很想亲自见到它们。 你绝对应该计划一次旅行,大自然有太多美丽值得探索。 让我们一起继续探索这些自然奇观。 第八课,数字干扰。 嘿,安娜,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漫不经心的滚动手机? 嗨,约翰,是的,当然,有时我只是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打开应用程序。 我知道你的意思,人们很容易沉迷于社交媒体。 确切的,我一直在尝试限制我的屏幕时间并寻找替代方案。 这是个好主意,您尝试过哪些替代方案? 我开始读更多的书,感觉充实多了。 阅读是一种逃避现实,同时学习的好方法。 绝对的,我也喜欢散步,它有助于理清我的思绪。 走路神清气少,这可能是脱离技术的好方法。 是的,当我在户外享受大自然时,我感觉更真实。 你尝试过任何不涉及屏幕的爱好吗? 我开始学画画了,这是一个让我保持参与的创意渠道。 听起来棒极了,通过艺术表达自己是非常有意义的。 确实是这样,你呢?您如何管理数字干扰? 我已经开始写日记了,写下我的想法可以帮助我更好的集中注意力。 写日记是反思你的一天和情绪的绝佳方式。 绝对是,让我们继续分享我们在这个数字时代保持平衡的策略。 第九课,历史转折点。 嘿安娜,我正在读有关美国革命的书,这很有趣。 嗨约翰,确实如此,有些时候,美国人似乎会输。 绝对的,英国拥有强大的军队,而美国人则面临着许多挑战。 是的,但有趣的是美国士兵的决心如何扭转了局势。 确切的,他们的任性和战略联盟对于他们的成功至关重要。 您还记得萨拉托加战役的意义吗? 是的,这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因为它说服了法国支持美国。 这种支持至关重要,它提供了急需的资源和部队。 如果没有这种帮助,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 一定,联盟如何改变历史进程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您是否读过影响这场战争的其他关键战役? 约克镇之为也意义重大,有效地结束了冲突。 是的,英国在那里的投降标志着美国人的决定性胜利。 历史事件如何塑造我们的现在,真是令人惊奇。 您认为我们可以吸取哪些教训? 我相信它告诉我们在逆境中团结和坚持的重要性。 这是一个宝贵的教训,历史经常重演,因此理解它至关重要。 绝对的,让我们一起继续探索更多的历史事件吧。 第十课 旅行偏好 嘿,安娜,如果你可以选择一个目的地,你方便到达吗? 嗨,约翰,这是一个好问题,我更喜欢距离不太远的地方。 同样在这里,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去那里。 确切的,较短的旅行时间意味着有更多时间享受目的地。 您最喜欢附近的什么地方? 我喜欢去山里,它们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 听起来很棒,您在那里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活动吗? 我真的很喜欢徒步旅行和欣赏美丽的景色。 你呢? 我很喜欢去海滩,它非常放松,非常适合放松身形。 海滩太棒了,此外,您还可以享受游泳和日光浴。 绝对的,我也喜欢沙滩排球,这是保持活跃的有趣方式。 这是个好主意,它将锻炼与与朋友一起玩耍结合起来。 您是否计划过周末度假去探索新的地方? 是的,周末旅行非常适合探索附近的景点。 我同意,这是达破常规的好方法,而且没有太多麻烦。 赶快一起计划一次旅行吧,探索新的地方总是令人兴奋的。 我很乐意,寻找容易到达的目的地可以带来伟大的冒险。 第十一课,团队沟通。 嘿安娜,我在想让每个人了解项目进展情况是多么重要。 嗨约翰,我完全同意,定期报告对此确实有帮助。 确切的,他们确保每个人都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我们的立场。 我们可以采取哪些策略来改善沟通? 一种想法是每周举行一次会议来讨论更新和挑戴。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面对面的讨论可以增进理解。 我们还可以使用项目管理工具来跟踪进度并共享信息。 是的,TrayLow或Asana等工具可以帮助每个人保持一致。 另一种策略可能是在每次会议后发送一封摘要电子邮件。 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 此外,它还可以帮助无法参加会议的团队成员赶上会议。 绝对的,清晰的文档是有效沟通的关键。 创建一个共享文档供每个人添加更新怎么样? 这是个好主意,它鼓励协作和透明度。 让我们就如何加强团队沟通集思广益。 第十二课,健康饮食习惯。 嘿安娜,我正在阅读有关营养的内容,令人着迷的是尽可能少地影响我们的健康。 嗨,约翰,绝对,人们需要足够的食物才能保持健康。 正确的,但这不仅仅与数量有关,还与数量有关,质量也至关重要。 确切的,均衡饮食、水果、蔬菜和蛋白质至关重要。 你尝试过准备饭菜吗? 它有助于确保您准备好健康的选择。 是的,它可以节省时间并更容易避免不健康的零食。 这是一个明智的策略,避免加工食品也很重要。 你不觉得吗? 确实,加工食品通常含有添加糖和不健康的脂肪。 它们会导致体重增加和其他健康问题。 确切的,我尝试尽可能多地坚持吃天然食品。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您有最喜欢的健康食谱吗? 我喜欢用很多蔬菜制作梨卖沙拉,它们美味又营养。 听起来很好吃,我早餐喜欢含有水果和菠菜的冰沙。 冰沙是开始新的一天的绝佳方式,它们也非常多才多艺。 一定,让我们继续分享健康饮食秘诀,互相鼓励。 第十三课,明智的食物选择。 嘿安娜,我最近一直在考虑零食。 有些食物的添加糖和不健康脂肪含量很高。 嗨,约翰,谨慎是个好主意,许多流行的零食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健康。 确切的,令人惊讶的是,格兰诺拉麦片棒和调味酸奶等食品中竟然隐藏着如此多的糖。 是的,阅读标签至关重要,有时,更健康的选择只是一些成分。 正确的,水果和坚果等天然食品是极好的零食,它们营养丰富,饱腹感强。 我同意,它们提供能量,但不会像含糖零食那样造成崩溃。 你尝试过自己做零食吗?这是控制成分的好方法。 我有,我喜欢用燕麦、坚果酱和一点蜂蜜制作能量球。 听起来美味又健康,我喜欢用橄榄油和香料自制爆米花。 爆米花是一种有趣的小吃,它可以搭配不同的调味料,用途广泛。 确实,它是芯片的绝佳替代品,您还推荐哪些其他健康零食? 我也喜欢鹰嘴豆泥蔬菜棒,又脆又满足。 这是一个很棒的选择,让我们继续分享这些健康零食的想法,互相激励。 第十四课,网球传奇。 嘿安娜,你知道有一位杰出的球员赢得了39个大满冠冠军吗? 嗨,约翰。哇,太令人印象深刻了。 这是男子网球,还是女子网球? 这是男子网球比赛。 这位选手就是理查德国王,他多年来一直统治着这项运动。 那真是难以置信,女子网球界也出现过出色的运动员,即使是在业余时期。 绝对的,像比利·剪个金这样的球员为后代铺平了道路。 是的,他为体育平等而奋斗,并用他的成就激励了很多人。 那么塞雷娜·威廉姆斯呢,她是女子网谈的强者。 塞雷娜太棒了,她的力量和技巧重新定义了这项运动。 她赢得了23个大满贯冠军,这本身就很了不起。 确实,她和维纳斯·威廉姆斯之间的竞争也颇具传奇色彩。 她们的比赛非常精彩,她展示了女子网球的天赋和强度。 我们不要忘记今天崛起的年轻球员,比如大阪直美。 正确的,她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前途光明。 看到这项运动如何不断发展并吸引新粉丝真是令人兴奋。 一定,网球有着悠久的历史。 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未来会怎样。 第十五课,酒店设施。 黑安娜,我最近住在一家设施一流的酒店。 嗨,约翰,听起来不错。 她们提供餐厅用餐的客房服务吗? 是的,她们做到了。 直接点餐到我的房间真是太方便了。 这是一个很棒的功能。 她们的菜单上有什么食物? 她们有多种选择,包括当地菜肴和国际美食。 听起来很好吃。 我喜欢在旅行时尝试当地美食。 你点了什么? 我尝试了她们的招牌菜,那就是海鲜意大利面。 太棒了! 嗯,我很想尝试一下。 她们有素食选择吗? 是的,她们为素食者提供了多种选择, 包括新鲜的沙拉和烩饭。 这很重要,很高兴为每个人提供选择。 服务怎么样? 服务很好,工作人员很友好而且非常迅速递下订单。 这对整体体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你喜欢这里吗? 绝对的! 舒适的房间和一流的设施让这一切变得非常愉快。 下次出差一定要去那家酒店看看。 您还喜欢其他功能吗? 它们还有一个漂亮的游泳池和一个水疗中心, 非常适合放松身心。 听起来像一个梦, 我喜欢在住宿期间提供一点奢华的酒店。 我也是。 当您感到被宠爱时, 它确实会增强旅行体验。 第十六课, 健身趋势。 嘿安娜, 你尝试过高强度间歇训练吗? 嗨约翰, 是的, 这听起来很激烈, 但对于健身确实很有效。 我同意, 是什么让你决定尝试一下? 我想要一种既具有挑战性又节省时间的锻炼。 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会议通常持续多长时间? 它们通常约为二十到三十分钟, 但感觉要长得多。 哇, 太令人印象深刻了。 您发现在锻炼过程中保持动力很容易吗? 起初, 这很艰难, 但能量的快速爆发让我保持专注。 我看得出来, 练习的多样性也必须有助于让事情变得有趣。 确切的, 我喜欢你如何在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之间切换。 自从你开始健身以来, 你注意到你的健身有什么变化吗? 确实, 我的耐力更强, 整体感觉更强壮。 太棒了, 您有最喜欢的Hit运动吗? 我真的很喜欢波比跳, 它们很有挑战性, 但也很有回报。 波比跳很难, 我更喜欢登山, 它们让我心跳加速。 那些也很棒, 找到新的练习并融入日常生活中是很有趣的。 一定, 让我们继续互相推动, 保持活跃并尝试新的锻炼方式。 感谢您的观看, 请订阅、点赞并分享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订阅、点赞并分享我们的视频和服录表示, 互相比,